哈喽,我是曹哥哥,我现在已经到了北海,我身后就是北海的桥港河宰街,这条街不只有北海的特色小吃河,就是这个字,还有很多越南小吃,这里住着很多当年从越南回来的华侨,所以说这里的越南小吃也比较丰富,我们去看看都有卖什么小吃的,今天非常的热闹,今天除了是周末以外,然后北海也有音乐节,所以说人特别的多,咱先去尝尝河宰街这个河,看看这个河, 到底是什么食物 UNAGI 鸟鸟 UNAGI 鸟鸟 东洋的牛 鸟鸟 夏天的鸟 鸟鸟 鸟鸟 这个是什么 潮水盒 我们当地都是小吃很聪明的 大米豆的潮米糕 这也是盒的一种 都是米糕 这都是盒的一种 还有这些 这是三角盒吗 如果来个三角盒 然后这个是尖锥 来个尖锥 有限的是什么下 绿豆沙 来个绿豆沙的 这个好像麻团 大麻团 麻团不要 这个是 艾草盒 再来一个艾草盒 这是艾草盒 再来个艾草盒 我的一共多少钱 6块 好谢谢 天哪好多种 这是波仔糕 这门口全部都是卖盒一类的小吃 这个三角酥 三角酥 先尝一下三角盒 也叫三角酥 里面应该是夹心的 外面是挂了糖霜 先尝一尝三角盒 天哪好有嚼劲 而且里面是紫薯馅的 这也不是单纯的紫薯馅到里面 是紫薯掺了糯米 没有才尝了出来紫薯的味道 但是看这个颜色应该是紫薯的 特别有条件 这就是糯米加了蒸好的紫薯 然后掺在一起油炸一下 挂上糖霜 蛋药盒外面挂的糖霜 其实真的不好挂 它除了要讲究温度火候 还要控制时间特别的难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我之前失败过 确实是有点甜 外面已经炸的比较硬了 然后里面就摇起来比较有嚼劲 再来尝一下尖堆 这就好像是芝麻球一样 但是外面没有放芝麻 这个是有馅料的 刚刚那个放芝麻的是没有馅料 就没法下口了 这么大一个圆圆的 天哪 给你们看一下 还在里面一晃 还在里面蹦跋 这就是一个油炸的糯米壳子 里面是绿豆 应该是加了黑芝麻 这样一晃 都是活的 它不是成团的那种 我刚刚这一大口下去 还没有尝到馅料 我想这是里面有馅 肯定是做成比如说绿豆的做成绿豆沙了 这是整颗整颗的绿豆 不过这个挺香的 而且没有那么甜 这真是让我没想到里面竟然是大颗大颗的绿豆 而且这么多 绿豆外面还裹了一些黑芝麻碎 黑芝麻糊吧算是 天哪 这个可以 这吃的不会那么甜 而且里面的绿豆挺香的 这个可以 太实在了 我爱尖堆 我爱绿豆味的尖堆 这是艾草盒 里面应该是有馅料的 糯米加上艾草做的 跟之前在南京市的糯鸡鸡 应该是一样 出乎意料 我以为是黑芝麻的馅料 没有想到是椰丝 这里面的椰丝就是用椰子里面的椰肉 刨成的丝 加上一些白糖 还有花生碎 非常的香 还能看到里面白糖的颗粒 不过确实是有点甜 外面的糯米皮能尝得到一点点艾草的香味 里面的椰子也是挺香的 不过说实话有点甜 刚刚吃的这些就是河的一种 这个河是什么呢 河仔街的河 就是除了蛋糕 面包以外的糕点类的 就是河 河就是他们的统称 尤其是糯米河 大米做的这些 河有很多种 有蒸的 炒的 炸的 还有里面裹馅料的 这些都是河 这些河在北海人小伙伴的心目中 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吃了这么多甜的 我们来一杯咖啡 越南低楼咖啡 看看这个队伍 这么长 天哪 在这里 看看我前面有多少人 都排到人家的摊子前面了 我要一杯冰的少放炼乳 付过了 这就是过滤出来的咖啡液体 加上两勺炼乳 冰的是吗 冰的 都是这样过滤下来 很有年代感 谢谢 买上了 我让他少放炼乳 结果还是放了两勺 其实看着很浓稠 南低楼咖啡 8元 尝尝看 这个越南咖啡 它一般都是用的 罗布斯塔的咖啡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越南有产这个咖啡豆 然后这个咖啡豆 相对来说 价格要比其他的咖啡豆 要便宜一点 香味特别的醇厚 但是加了炼乳之后 我感觉有点怪怪的 因为我不太喜欢 咖啡里面放糖 炼乳太甜了 罗布斯塔咖啡豆 它的特点就是香味特别特别的醇厚 但是同样的苦味也是比其他豆子要苦很多 苦到怀疑人生 所以说越南人就喜欢放大量的炼乳 来把这个苦味给压一压 不过我感觉确实怪怪的 有点苦 然后又稍微有点甜 我不太喜欢喝甜的咖啡 不过少放炼乳的话还行 但是如果把炼乳换成奶的话 我感觉会更好喝一点 不过这款咖啡确实是香味非常非常的醇厚 很醇厚 但是同样有一点 它的咖啡因的 要比其他豆子的咖啡因要多一些 所以说肠胃不好的小伙伴要注意一点了 喝完越南咖啡 再去排队买一个越南法包 霸王夹心法包 刚复过了 哇 这个肉酱 忙着老板都不知道放什么 香菜 胡萝卜 好 谢谢 人太多了 我真是排队排到怀疑人生 法包买上了 这个是店家招牌 霸王夹心法包12元 刚刚排队的时候 我后面那个小姐说 哇 里面竟然放香菜 里面放了很多香菜 看着这个面包就有嚼劲 果然是 这里面放的肉酱是猪肝酱 猪肝酱 天呐 还放了一个煎的鸡蛋 然后里面还放了小扎肉 但是被老板捏碎了 在下面不太能看得出来 还放了两块鱼饼 招牌的应该是能放的东西 应该都放了 啥都有了 这里面放的猪肝酱 如果不仔细尝的话 尝不出来 它是猪肝做的 里面的胡萝卜和白萝卜 是腌制过的 是甜酸口的 稍微有一点点辣 而且这个香菜放在里面 完全没藏得出来 有特别异样的味道 其实这么多菜放到里面 就是完全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整个面包就是有嚼紧 而且外面是脆的 我看会提前放到微波炉里面 去加热一下 这有种什么感觉吧 就感觉完全不搭的东西 就比如说里面竟然放了香菜 而且酱是用的是猪肝酱 结合到一起 反而觉得还挺和谐的 这虾饼5块钱 这么大虾饼 我付过了这个 虾饼好嘞 这个虾饼5块钱 挺大的 但是比较薄 还能透到光 上面都是放的这种小虾 我已经成了虾饼代言人 正次小姐问我这个虾饼 在哪里买的 很脆 外面真的很脆 面特别的脆 能听到吗 就是稍微薄一点 不过正是因为薄 所以说炸起来特别的脆 放了很多小虾和葱花 还行吧 比较香 然后烧的有点油 其实桥港 何宰街 大概就有这么长 有200米吧 就小吃特别的多 如果来了北海 桥港 何宰街还是值得一逛的 就是可惜我没有吃到蟹仔粉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点关注 点赞收藏 评论到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用虾饼 拜拜 记得关注我